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ECO COM2022 这项分享是由来自腾讯云的赵花斌 和来自腾讯音乐的王承强给大家的分享 好 花斌 怎么又见面了 还过了两个小时 你好 OK 我开始了 好的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ECO COM2022 这项分享是由来自腾讯云的赵花斌 我们主题是ECO 在腾讯音乐的服务网络落地的一些实践 先做介绍一下 我是赵花斌来自腾讯云的工程师 然后我是看项目的一个创建者 今天分享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个是SourceMesh在SourceMesh里面的气质流量的管理的能力 然后如何在Eastio中管理Double SourceMesh的以及私有协议 然后ArockMesh的实现原理 MetaProcode 气氛代理框架的一个介绍 然后后面是ArockMesh的开源生态 以及ArockMesh在腾讯音乐的一个落地实践 首先我们简单回顾一下SourceMesh 其实这个SourceMesh 以前大家都很熟悉 我们参加这个Vistocam的话 参加大家都是业界的一些同学 然后对这个很了解 然后我们这里主要强调一个事情 就是说SourceMesh 它是一个云原生技术设施 处理服务间的通信 然后它处理的那个通信 它实际上是一个七层通信 对吧 我们主要是强调这一点 然后七层通信 它能够带来到一些服务者的能力 包括流量控制啊 可观察性啊 通信安全能 它都是具有七层的 所以说我们这里主要是强调一下 这么一个概念七层的一个处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微服务中有哪些常见的一些七层的协议 当然最常见的是ATCP 以及ATCP的G2GC 这是我们在微服务中最常用的一些协议 但是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些 其他协议 包括来自于服务化时来的一些协议 比如说Double Swift 还有一些私有的RPC 这个往往是由于说 那些通用的协议 可能它是由于大部分的场景而创建的 但是在一些特殊的场景里面 可能私有协议它的效率更高 或者它的 对于那个特典的场景更好用一些 特别是在一些 一些比较大的项目或者公司里面 这个私有协议也是比较常见的 但还有一些比较数据库的协议 然后还有一些Messaging 一个消息的协议 还有Cache的一些等等 然后有这些协议的话 实际上我们希望 如果说我们有一个服务网告的话 我们希望是在 在我们的网告里面是管理所有的一些 因为 你想把你的服务网告 应用哪个服务网告中的话 如果说用的是一些私有协议 和其他协议的话 你肯定也是希望得到服务网告的这个 这个资料准利的 这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希望的一个点 但是问题是 现在大部分的Service Match 它实际上是在7层上 没法出来的协议 他们主要关注的是ATP的流量 其他协议的流量的话 基本上它是在 在事实上进行处理的 然后我们到下面再看一下 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区别 比如说我们 Double Slift 或者什么私有协议 我们把这些协议的服务放入网告之后 我们希望得到一些能力什么能力 实际上是 7层 刚才说到的7层服务之类 包括我们基于7层的服务发现 也就是说我们的一些服务的逻辑名称 比如说 HP的host 对吧 还有那个像一些RPC 比如Double Slift 那个Service 或者它的那个Interface Messler 就是这些 就是在7层头里 消息到7层头里面的一些属性 去做服务发现 同时也要做7层的负载均 然后基于7层协议的头的一些路由 对吧 然后基于7层的 错误码的一些扩张柱 基于7层请求的一些 一些性能指标 包括调用次数 调用成功失败率 一些PXX的一些数据 一些调用跟踪等等 但实际上 我们如果在一个 Eastio开源的 一个没有进行任何修改 Eastio项目中的话 我们实际上 得到能力的话 实际上是一个 三层或者说四层的一个服务资料能力 包括 基于IP的一个 突发现 对吧 然后基于四层的附带均衡 有怎么做 链路层的附带均衡 然后基于四层的路由 基于四层的一些 一些指标 包括TCB的数 这些能力 实际上 对于我们做做服务资料的话 它实际上 非常有限的 不能满足我们在服务中 去做服务发现 或者做服务资料 或者做服务资料 或者做一些 可见性的 要求的 这是 这是我们的一个希望 和目前的一个 现实的一个鸿沟 对吧 我们也是我们落地 下面落地的一个 一个很大的困难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说我们 希望在Eastio里面 进行扩展 去支持这个 其他的协议 那么我们需要做什么事情 首先我们在 在那个数据面的话 我们需要有一个 有一个对这个协议进行 能理解这个协议的一个 TTP市场Filtre 对吧 先有一个新的Filtre TTP Filtre Filtre可以做协议的编辑码 去把协议的一些 新的头解析出来 然后去做路由 去做负载均衡 去做端垄断 不当注入 以及做一些指标的采集等等 这些 基本上HTTP Clash Manager 这个Filtre 能够实现的一些治理 或者可见性的能力 都需要在这里面去实现 同时我们需要在 控制面去 去识别这个协议 去把这个协议的配置 下发下去 下发下去 并且生成一些 XDS配置往下发 这就是我们需要做的一些事情 但这个这样做 理论上是可行的 但是上次会遇到很多困难 主要什么困难 一个就是说 East目前缺少了一个 一个良好的一个吸引扩散机制 对吧 你要去做 你需要去改个圆码 然后同时你需要去理解 那个Filtre里面的特定的知识 去East代码里面去 它去维护众多的协议 的代价是比较大的 然后 之前去我也是有 有一个PR想去往East里面去 扑起一个Double Double的一个 一个协议的一个支持 但是实际上 大家经过社区讨论 我认为说 目前至少社区里面的重点 还是ATP 他们认为 其他的协议往里面加的话 大家去维护这个 这个难度比较大 然后 不认为是可以 可以往里面加的一些东西 这就是大家的困难 那针对这些问题的话 实际上如果大家 参加过我去年的East 看2011的那个分享的话 大家可以 其实我也有个 关于这个Arocket的分享 就其实去年 我们就第一版架构 做了一个什么事情 就是说 去在控制面去做了一个 Arocket的一个插件 然后它可以去 和East做无缝对接 对East进行无侵入的一个 一个扩展 它可以支持 在NWA里面去 已经实现的一些 非HP协议 包括Double Slave Reduce我们都支持 好 这个实际上解决了 但是 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这些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说 在East 它是互相独立的 另外的话 它实际上它的一些 RDS的能力 线流的能力 还有一致性 化系 流量镜像 这种各种能力 它都不一定有 很多都没有的 它不是对齐的 所以说 我们 我们 我们要去实现一些 流量管理 或者是可能性的能力 它不一定支持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你缺乏一个统一的 控制面的一个模型 去对它进行控制 大家的协议都不一样 这个也很麻烦 另外的话 如果说你要去实现一个 私有协议的话 比如说这个协议是私有协议 这个工作量还是蛮大的 所以这个只是解决了部分的问题 因为它特地解决我们的问题 当我们回过来想一想的话 我们有没有必要 对吧 对每一个 为每一个气承协议 都去 写一个单独的TCP filter 实际上 可能是没有必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大部分的气承协议 它的服务治疗能力 要求 比如说做路由 去做熔断 去做负债均衡 对吧 这些实现逻辑 事实上非常相似的是吧 都是根据一些 一些ATP吸尘 或者吸尘协议的一些 一些header去做这么一些 一些逻辑的判断 在做一些 在做一些那个规则的处理 对吧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个表里面的 这些协议 ATP的1.1 ATP2 GRPC 还有TAS TAS腾讯开源的一个 一个 RPC协议 然后Double 或者其他的一些RPC协议 所以他们的 比如说我要做路由的话 他的 他的目的端的服务 他都是 ATP 或者七层header里面的一些属性 比如说 ATP的host ATP里面的authority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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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uble里面的一个叫做服务名称 对吧 然后 SWIFT可能也叫服务名称 然后他的要做路由 他具体的属性做路由 其实也是 七层header里面的一些 一些属性 比如说 host 就是 是吧 还有他的 service名称 还有什么function name context的 这都是类似的 就这个逻辑 我们上次可以抽象一下 所以我们在 基于这个 基于这么一个 思考的过程的话 我们最后就 在做个结论说 我们上次可以去做一个 七层协议的一个代理框架 就是meta protocol 这是我们 就得出的这么一个 一个架构 通过meta protocol 代理 去实现七层协议的一个 通用逻辑 包括 负载均衡 熔断 动态路由 消息修改 本地和全局限流 请求商报 带用跟踪等等 然后我们去 基于meta protocol 去实现一个 制定协议的时候 我们唯一需要做 实现一个 decode 编码和解码 decode 因库的这么一个实现的一个商代码 一般来说 比如说我们接入了 已经接入了一些私有协议 一般来说 就数百行代码就可以了 然后如果说 有些 有些逻辑的确是比较特殊的 对吧 你的这个协议 有很特殊的 我们可以再去 基于你这个meta protocol 我们的困难 我们再提供一些七层的filter 那么你去 呃 实现一七层的filter 再去把你的特殊逻辑加进来 通过这种方式去 把七层协议的这么一个代理框架去实现了 然后去 呃 抽象实现一个代理框架 然后去解决这个 呃 去私有协议扩展的这么一个复杂的问题 这就是 呃 他的一个 Meta protocol代理的一个框架 那我们再看一下 呃 Meta protocol的一个请求处理路径 或者那个 档位的处理路径 其中这里我们主要关注的是 他主要是有两 有两个 呃 比较重要的处理结构 在Meta protocol里面 一个我们叫做Meta data Meta data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在协议解码的时候 解码的时候 我们可以有 把解码里面的 Header里面的一些属性 提取出来 作为一个K-Value的一个直串 存到我们一个叫Meta data的数据结构里面 然后这个数据结构可以用于后面的所有的filter的处理 包括 呃典型的是吧 就是我们的路由器 路由 路由 路由的时候可以把Meta data里面的属性拿出来说 你判断然后去找对应的一些那个我的Dissignation的Service 然后另外一个是Meta data 就是你可以在你到filter的处理的时候 你去往Meta data里面填写一些K-Value的串 这个串会Meta data的数据结构会交给那个编码器 编码器它可以使用Meta data里面的数据结构去 去修改你的网上有发的请求 这样的话可以达到对数据进行修改的目的 比如说你要修改一个Header 添加一个Header 就是这样子 这就是一个请求路径的一个典型的一个处理逻辑 比如说我在 首先我在解码器这个地方 我去 对当时发过的请求已经解码 然后去填中央Meta data的属性 然后在 后面的7层Felter里面去根据这个属性去做逻辑处理 比如说我要去做一个路约 根据这个Meta data Meta data里面的一个K 比较叫user user叫test 用测试用处我要 weer把门发出 是吧 这么一个逻辑 但我可以往Meta信里面去填一些值 然后在 在那个编码的时候写进去 去到上下的那个Ups里面的请求里面去 然后响应路径也是类似的 他也有Meta data和Meta信两个数据结构 它的唯一的不同点的话就是 它的方向是反过来的 对吧 你上游受到一个请求之后 我先解码 然后填上Meta data 然后同时我在后面的7层Felter里面 可以填上Meta信 最后我再编码 然后再往上游发回去 这样子 好 这个 就 倒是我们说到我们第一版结构的问题 是吧 我们后面做Meta data protocol 之后 我们就完整完善了第一版的架构 第二版架构的话 实际上是 同时包含了控制面和数据面 控制面的话就是LRC 数据面就是Meta protocol代理 数据面的话是由Meta protocol代理去实现RDS的动态路由 可以负载均衡熔断Meta protocol 催省等公共的一些技术能力 然后控制面的话 由EraCAD加上Esteo去提供控制面 实现一些按请求的Header进路由 辉度发布 低域感知的负载均衡 流量镜像等高级的转管能力 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就实现了在Esteo服务栏里面去管理 设定协议和私有协议流量的这个能力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部分 我们不管是控制面和数据面 实际上都做的是一些增强能力 它并不是去替换了Esteo或者是NOI 因为本身 比如说数据面的NOI它是有很强的 它实际上是那个架构是非常好的 扩散性很强 它实际上是做了很多基础的工作 我们去 我们目前做的事情就是在NOI的技术上去上面去做了一个叫做Meta protocol L4的一个Felitor L4的Felitor 就实现了一个L7的一个 L7的一个代理的一个框架 去做这个事情 但是我们实际上是不会去改NOI本身代码 所以说NOI给我们的库也是独立的 我们实际上是依赖NOI的库 但是NOI因为它本身是世界家的 它必须还是要做编译依赖 但是我们不会做 没有去直接去改代码 我们是个编译依赖 NOI也是可以去属于法院去升级的 那同样的空置面的话 空置面就更彻底 因为空置面本身 Esteo它就是 Eroco意思的是 它是没有一个 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组件的关系的 它就不是一个编译的一些的而进之镜像 是两个东西 它是两个组件 我们中间是通过标准接口的通信 这样的话 做这个结构实际上是 充分利用了NOI和Esteo EU的能力 并且对它不支持的东西做了一个增强 所以一个完整的一个复博的关系 通过这种方式去 去实现了我们的第二版的加入 我们叫做 Eroco加MetaProcode双建合币 到什么 就得了我们ErocoMesh 那我们再看一下 如何基于ErocoMesh开发一个制定协议 对吧 实际上你要做的事情就很简单 首先你在数据面 你去把我们的这个 我们这有一个制定协议项目 制定协议项目的模板 你去clone下来 然后去去改一下 去把你的这个CodeKit 这个这个这个就是编解码的这个接口去实现掉 就是编码解码 实现掉然后去填充MetaData 我们就特性两个数据结构 那就OK了 数据面就完了 然后就编 可以编译出一个一个支持的一个协议的那么一个 一个切成代理 然后控制面的话你只需要去定一个 这个application protocol 就一个应用协议就OK了 这样子 这个应用协议里面会说OK 我使用和协议的名称是什么 然后我使用的是哪一个 一个编解码器这样子 然后这个是公用的一个对比 基本上公用的话是一个天壤之别了啊 你不采用不采用那个lpmatch 你需要做一个自由协议的支持的话 这个差别就非常大 这个这里是流量管理的一个一个势力 这个全动路由这个是本地线流 基本上我们是提供了一个叫做MetaRooter的这么一个 一个高层的一个CRD你可以去MetaRooter去做 做一些高级的对象管理的能力 到目前我们已经接入了double sluift 以及腾讯的一些私有协议 当然也有一些外部的公司 他们在做他们自己的协议的接入 目前的话已经在冬奥会 2020冬奥会的时候落地了 然后同时腾讯音乐也落地了 后面腾讯音乐同学会讲解他们的一些 落地的一些具体的案例 那目前我们是 Eastio Existing Integration的里面的一个项目 也是云院生全境图ServiceMatch里面的一个项目 不过大家希望参与我们这个社区 有这个兴趣的话可以去通过这种方式 参加我们腾讯会议的社区会议 同时可以联系我去加入那个群 然后也可以去看我们的官网 因为我们官网上就可能完整的安装使用到这个例子 好下面有请那个王生强去带我们带来 我们带来下面精彩的分享 OK 好那接下来就是我分享一下我们那个Eastio 那个Elec 在我们腾讯音乐这边的一个服务网 落地的一些实践 然后这里稍微做一下我的自我介绍吧 我叫王城墙 然后是在腾议院呢 主要是负责我们业务基础架构的一些基础建设呀 以及推动他们去原生化 然后在业务中的一些应用 然后进一步的去完善我们的那个微服务的管理的体系 然后接下来呢我会分几个部分 一个是我们的一个项目背景 就是为什么要做这些 然后根据这个背景呢去做了哪些的实践去努力 比如说有私有协议的支持 有web服务发现 然后还有那个多空字面的合并 然后最后呢会去结合我们那个Elec Lucky服务的那个具体的一些应用 然后最后再总结和规划 就是未来我们会基于这些再进一步做那些东西 然后项目背景的话 一方面呢我们是主要是做音乐社交方面的 呃年度会相相对会高一些 然后受众也会比较广 然后这样的话就对我们那些服务的稳定性 就会比较敏感 而且呢呃我们这边的话那些项目都是发展比较久的 或者是用了以前的一些框架代码 就会遗留呃不少的一些历史问题 然后这些历史问题呢呃就不能像一个新新建的一个项目那样去呃理想化的去做 所以我要要借助我们这些补网格的这些能力去处理掉这些历史的问题 这里是把我们的一些业务的复杂的一些方面去呃整体的展开了 呃一个是有多协议的可能我们有HTP 有GRPC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内部的私有协议之类的 然后也有存在多卖议的 这这里就是不只是说有那个一条的那个不同版本的这个新老版本的这种 卖议的存在也存在其他的异构的一些卖议 这些都是我们要去整合的 因为如果他是割裂的话我们的呃治理的那个就不能得到一个统一的一个呃方式策略去做 就很难管理 然后另外一个是有多服务发现呃 像服务发现的话有呃北极星有Cancel 然后也有DNS这些东西 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是要把不同的那个服务发现的都接到网格里面的 嗯呃不然的话呢他是不会受那个网格的控制的 他可能就直接呃进到了我们的对应的那些POD里面去 呃然后呢也涉及到多语言多框架的 我们都知道那个如果是单语言的像Java可能什么Spring Cloud之类的 这边框架这些他有一个统一的呃微服务自体体系的话呢 呃就比较容易去实现呃微服务自体这些东西 但是如果说你只有一个框架的话 其实呃对业务来讲嗯是比较 就是他的形态呢会会比较单一 然后往往业务是他可能是有比较多的 比如说有呃CIR的就是呃腾讯比较用了比较久的 然后还有新的Goran啊NodeGX啊可能Python之类的很多那种 他们就跟你就不在一个框架里面的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要接触呃服务网的去 做一个不侵入这些语言框架的一些一些治理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还有除了极群啊CORPERNITIES 还有那些啊虚拟极节点这些东西他们就不在极群里面 那他的治理其实也是一个问题 然后这些都是要去揭露到服务网合来治理的 然后业务期望呢就是说呃就尽量去做一个平滑迁移 就是他是不想感受到这些东西的就是你他是比较关注业务 然后也无感知也包括就不只是说迁移的时候对系统没有影响 他也包括了对改动代码改动扫底情录啊 然后另外也期望就我们的流量是透明可控的 然后也是支持私有协议啊多种服发现的揭露 然后也是希望能够兼容性适应性比较强 就是能够持续的去迭代发展 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做了一个继续选行 就是ETL加AVAC的这么一个结合 然后也是考虑到这几点吧就是一个通用性 刚才说到我们的多余元框架 就要用一个编制的设计去兼容不同的一个业务框架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赵华彬老师也说到嘛 就是这个对ETL的那个侵入修改比较少 这样的话它的机能性会比较强 然后另外就是易用性 后面也会讲到就是我们实现那个私有协议 是相当简单的 然后那个也是功能会比较晚辈 就是包括那个私有协议啊就是它基本上把我们 其他的就是GRPC ITP的那些原来在ETL里面有的功能都已经做了一个 比较完备的一个支持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是一个社区的一个做法 然后这样的话它就可以不断的一个迭代更新 然后这里讲一下我们这个私有协议的支持 呃就是说虽然说我们如果说我们单独去实现一个私有协议的话呢 可能是通过自己实现一个一包Build 那这样的话每个都要去实现 每个这些功能都要实现一遍 然后这个图呢就展示了就是呃 其实这里的话 红圈的部分就是只是我们要实现了 然后中间这些对我们的朋友给我们去已经做好了这些实现 像什么负载军航啊或者是呃 线流啊或者是路红发啊或者是呃圈省指标这些东西 然后这些有的话我们就不用去操心这些东西了 我们只要关心我们的协议的编解码就好 然后就是这里 呃只用实现呃三个主要三个方法 一个是解码一个是编码 然后就是一个请求错误处理 就是看上去是相对比较简单的 然后在协议里面只用去处理这个buffer 然后以及这metadata它会带一些呃 呃边是带来的一些数据 比如说那个呃回传那些呃 目标的那些IP啊之类的这些这些支持 然后讲完那个私有协议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就讲一下我们这个服务发现 然后服务发现的话呢呃 这里就以那个北极星为例吧 我们是做了一个呃price to ethel的这么一个组件 来监听我们北极星的一个变空 然后监听到之后呢 再同步到我们那个servizantial里面去 然后我们的那个price会下发到我们的数据面吧 就边上那边 这样的话就可以去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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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做了一个好处就是说 如果是我们几种方式吧 就是几种场景吧 一个是它原来就在那个网络外 那就可以直接用老的那种方式 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做一个平滑迁移 如果是已经在 就是它已经是在网 就还在网络外 但是是可以用Service-Ansure介绍 然后第二种就是说 可以用那个旧的那个服务名 去指向我们的Device Service 然后这样一步步它迁移过来之后 到最后一步就是甚至可以直接用集群内部的 或者是Mesh里面的名字去做那个发现 然后旧的服务名就做一个别名去做补充 然后说完那个服务发现之后 就是一个多控制面的一个服务网格的合并 就是如果我有两个新旧的两个Mesh的话 那我们这里是通过创建 一个能够回到旧Mesh的Gateway 然后有相应的Mesh Service 然后再去创建 在那个新Mesh里面创建那个Service-Ansure 这样的话就可以通过Service-Ansure 再回流到我们的旧Mesh 然后第二阶段就是把我们那个服务迁过去 然后也是通过那个Service-Ansure去回流回来 这样的话它可以平滑的迁移过去 然后在原来的那个Mesh里面再放一个Service-Ansure 只向新的这样做章位去做一个多顶 然后最后的场景就是说全部都是这样回流过去 就是迁移到新的Mesh 然后旧的Mesh就留一个章位就好了 然后这里就是我们的具体的一个 Elec的具体的一个应用 就刚才有一个是流量分发了 像这里其实也比较简单 就是做一个Mesh 就是去匹配我们的一个指定处 然后匹配到了之后 再走向那个指定的那个目标 像这里是做了两种场景嘛 一个就是一二两个指定人都有它都是到第一版本 然后右边的话就是它是一指定人就直到一版本 然后二就直到二版本 那这样的话我们去打印入制的话 就可以看到就前面它没改之前都是到BE 然后改了之后有BE也有BE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那个线流 其实加起来也挺简单的 就加一个local root limit这样的话 它就可以去做一个线流 这种是本地线流 它另外一种还有一个全局线流 像这里就是一个指定人为二的 那这里就可以看到有些 就是它试试之后它就是全部都是失败的 加上去达到一个线流的一个目的 然后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应用场景嘛 然后这里 他还支持出了就是一个度量指标 比如说那个右边那个图 然后也有一个全局线流 负载均衡 然后垄断消息消息头等等那个 然后时间关系就不一演示了 也会通过那个官方教程去了解一下 然后总结一下就是说 RK很好的帮助我们扩展了一个HTL的能力 特别是我们这种就是有很多易购的 他帮我们去做了一个统一协议啊 还是服务发现啊这些东西去做了一个统一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让这些没有受到那个官方 那么HTL原生支持的那些协议啊都能够去正常的在Mesh里面去做支持 然后就也比较形式也比较简单 大大解放了我们的业务的一个生产力 然后未来的一个规划呢 就是把全部的那个相关的业务呢全部覆盖 然后也圈设也全部打通 因为建议之前的那些割裂的 比如说不同协议啊或者是不同Mesh啊这些都是割裂的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做一个应用管理啊 服务治理平台化的这么一个进一步扩展 然后我今天的那个分享主要就是这些内容